大公報 拆檔廠公司略百萬現金手機 2015年7月13日港民A11 大公報信 紅磡可祥佳作五發生巨劫判 一批遲到匪徒闖入一間貿易公司內 捆綁公司內職員劫酒價值過百萬元品牌手機及至少現金一百萬元 匪徒將大批手機用一輛白色中型貨車運走 警方接報到長番看閉路電視、通電各區啟動節進行動企圖遺報該輛貨車 造成各區主要到路假日都罕有地出現撤開車 然該貨車形成公圖自沙頭各公路 並將該批相信值百萬元手機過車運走 至晚上警方只拘捕一名食判貨車司機 但其他匪徒 該批手機和現金軍未有發現 警方初步不排除案中有內鬼參與 讓匪徒掌握公司仍有大批現金及手機儲房 案發卻設在作五四時許 據現場消息稱 至少五至六名蒙面匪徒 配備一輛白色中型貨車 駛入紅磡學場街為港中心內 讓清耀運貨成功駛入停車場 匪徒其後闖入一貿易公司 用利刀指下及捆綁公司內職員 劫走現金一百萬元外 更將大批包括iPhone 一批三星手機掠走 匪徒其後乘該貨車逃走 公司職員增退捆綁報警 警員到場翻看閉路電視 立即通知各區留意該白色貨車下落 警方從案組接手調查後 發現案情嚴重及涉及巨額損失 須要求各區衝鋒隊警車在主要幹道啟動接進行動 企圖造成撤賀車及遺報該貨車 有網民在下午午時許拍下龍場道 太子道東主要道路 西貢白沙灣對開 馬安山耀岸等地方有警方設下路障 造成多條道路癱瘓 沙頭角公路區貨車司機另一方面 警方在晚上接近7時 接獲市民報告在沙頭角公路近龍躍頭路邊 有一輛可以白色貨車 大批警員聞信大為緊張 衝鋒隊警員配備防彈背心及磁場槍底達現場 將該貨車包圍學令車上一名男子舉手投降 車上男子見被警員包圍睡下車被捕 大批警員則封鎖現場進行搜捕其他海宜人 但未有發現 而貨車上亦未有發現該批被揭走手機及現今 警員遂將該司機蒙頭大署調查 警方自晚上迎封鎖所發現該貨車一帶進行調查 timber但二 백左右 再次檢查 封鎖 candidates